哦 草花球发出来以后 斯亚拿到了一个顺子 胜率高达80%了 各位亲爱的球迷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鹏说球 今天我们带来华人民女排手斯亚斯宝特和Yara 在Hustler娱乐场上的精彩表现 场上的忙碌级别是小毛十刀 双挡毛二十刀 抓位四十刀 一个非常亲民的娱乐局 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手牌 斯亚拿到了五三桶花 Yara拿到了十十 十十的牌力还是比较不错的 面对加注没有打出三拜的 只是选择了靠 翻牌A八二彩红面 斯亚的五三桶花有一个卡四的听顺 Johnny的三四卡五的听顺 零打出来 下注五百一十刀 Yara选择靠 防守一条剑 哦 现在也是选择了靠啊 两个华人美女去夹击一个Johnny 转牌赛出一张A 这样的话从两位美女的角度来看 Johnny手上有A的组合是下降了 三位选手都空一条街 我们来看合牌 合牌一张红辛巴 牌面变成了双攻队 下过牌放弃 Johnny也过 那Yara成功收持 这个实时有非常好的摊牌架持 也没必要去下树了 在最有力的位置直接一摊牌就收了 在这个系列的第三集里面 我觉得Yara打牌的风格 基本上就是翻前偏向于选择靠进来打一下翻后 翻后打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标准的 就是翻前有的时候拿到牌 他不愿意加注 Sia在装位 拿到了A8杂色 加注到四百刀 Brandon 圈石杂色 选择了靠 DK的九二桶花也脏进来 我们来看翻牌 勾七 十 彩虹面 两架过 Sia这个牌打一枪的话 很难打掉两位选手 Brandon是真的有牌 那DK是不管有没有牌都很难掉 Brandon选择了靠 到DK 九二桶花 听后门花 后门顺 也是选择了靠啊 转牌一张草花九 哦 草花九发出来以后 Sia拿到了一个顺子 胜率高达80%了 这个A8是一个卡九的听顺 现在听到卡顺了 Sia输什么牌 输一个八圈的组合 概率很低啊 现在可以去拿价值 后手马量是6830刀 争取两条街推奥印 现在是一个三人彩池 这里可以打一个1500左右 两位选手跟的话和牌轻松推奥印 我们来看Sia 打了3000 比我想象中稍微重一些 我们来看Brandon 带队两头奥顺 他在看Sia的后手 这手牌如果推出来的话 Sia的气牌率不会很好 应该是可以接下来的 我们先来看Brandon Brandon选择了call 到DK DK只是一个对子啊 这个牌应该是可以弃了 好 选择弃牌 才是来到了9090刀 我们来看一张合牌 避开K啊 避开K就可以了 合牌一张十 牌面发出了攻队 这样的话Brandon拿到一个名三条 致富能力非常强 Sia如果推奥印的话 对手几乎是气不掉了 这手牌能选择过掉的话给90分啊 能打出下注的话给满分 不管是挑衍还是打1500都可以接受啊 好 选择了过牌 Sia成功收持 采取了一个更稳健的打法 90分已经是高分啊 就是说不能奢求每个动作都是完美的 我觉得这手牌打的已经很漂亮了 不过正常来讲A8杂色这手牌 是不是特别优质的七手牌 就AX啊 什么样的牌是最好的 首先最好的肯定是 这个ASIS啊 AK啊 A圈一勾A10 下来是什么 下来是这个A5童花不错啊 然后再往下就是A4 A3 A2童花 最后才是这个A6到A9之间 然后如果是杂色的话就比较差了 因为这个牌你击中顶队的话输踢脚 击中下面的这个踢脚的话 挂一张A啊也是怕抄队的 所以说这种牌不太好处理 只是上一手牌Sia是特别意外的拿到了一个顺子 好 我们来看这手牌 Johnny拿到一个天葫芦 Yara拿到了一个两队啊 主动下注100刀 其他选手都逃脱了 Johnny选择了抗 转牌一张红星5 Johnny再过 连续示弱 让Yara自己打出来 Yara再下注100刀 我们来看Johnny 合牌一张方片7 两位选手有点意思啊 123 第一条接100 第二条接200 第三条接300 Johnny是成功收持 哦 搞一下 哈哈哈哈 玩一下美女 这就是周一局的魅力啊 其实当你打的忙碌级别对大家来讲不算很高的情况下 就是娱乐 很多牌桌礼仪 我们不能按照锦标赛啊 或者是高额桌那样去要求大家 而且这个是转播桌啊 大家来都是上电视 然后 像参加一个party一样 所以说 就是娱乐 之前有很多选手去喷这个sasimi 觉得他排品不好 又是这个慢摊牌啊 又是这个搞怪啊 又是炸火啊之类的 但是你去看他打那个50100的局 还要去参加那个 这个no gamble no future比赛的时候 他打的就很正经 这个不一样啊 低级别的德州布克比赛更像一个德州综艺 那有的时候需要一些综艺感 当然咱也不是为他洗白啊 就是说 咱只是解释一下 到底是为什么 Casimi手牌拿到了A6杂色 下注700刀 Brandon的三四桶花 是一个两桶摇顺 顶着攻对面 选择了靠 到DK的89黑桃 DK这个牌 我实在是看不出有任何成长性了 但还是选择了靠 合牌一张五 牌面变成了双攻队 Brandon选择了过 DK如果选择过的话 我真的不明白他转牌在靠什么 还是选择了过 就这个牌打的匪夷所思 对吧 你黑桃8黑桃9 你指望着合牌出什么呢 完全没有意义啊 如果你选择靠 合牌一定要混合诈呼的 但是没有打出诈呼的话 让思雅成功收持了 这个打的 不在于输一个小时 主要是不合逻辑 Yara拿到了诗诗 终于是开始加注了 三位选手打翻后 踩实来到了一千零一十刀 咱们来看有没有诗 没有诗 四圈K两张方片 DJF拿到一个中队 转牌再出一张K DK过掉 到Yara 下注200刀 我感觉Yara的下注尺度随心情啊 HAPPY BIRTHDAY 喝牌一张黑桃9 Yara再打一条街 他的下注尺度都是超小的 DJF MINIRACE加注到400刀 Yara选择了靠两位选手摊牌 DJF成功收持 这个 打的很娱乐 打的很娱乐 DJF赢了都感觉有点不好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场上的赢利情况 排名第一的是DJF 16940刀 第二是Yara 5250刀 西亚是轻度水下930刀 输最多的是10590刀 That feels good